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见到大家 前面就是诸人投资场地了 只要在他这里投资钻石就行 行动不如行动 输之输回 看来他还挺自信的 那我就带上我的超强附魔的钻石稿子吧 在这个钻石坑中多挖成一些吧 有我的超级采集 一下子就挖到了如此多的钻石啊 真是太好了 把它们都合成一下 成为钻石方块 这样一来 可以省去很多的空间啊 这么多的钻石给他投资 一定能够赚到不少吧 现在就过去试试 你是我见过最大方的投资人 放心吧 一定不会让你吃龟的 那行吗 我就暂且相信他 今天你这是什么情况 居然整来了这么多的村民 胁迫他们 我们就可以获得超级多的绿宝石 看来这个猪人不是好人啊 我要整一下他才行 就用我的高科技武器 让你知道坑害村民的下场 真是太可分了 现在就送你上赌 实际可惜后面的村民都受他的控制 已经牺牲了不少了 现在掉落的绿宝石都给你们吧 村民们以后好好生活 贴回来 你做什么 居然还来打我 糟糕了 没想到我做好事 还要遭受欺负 新的一天开始喽 今天咱们从外面刚刚回来 这个村民为啥这么愤怒啊 我想要钻石天桥 那行吗 我这去帮你做一个 想要钻石天桥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慢慢琢磨 将上面的泥土都要吃掉 钻石可都是藏在下面的 接下来就是 这个村民行为怎么奇奇怪怪的 在我刚刚挖的坑那里走了一圈 还是不理他了 继续去寻找钻石 这个钻石矿洞 会灭太多钻石了吧 随便挖上几稿子 就能获得一千多块的钻石 这就将它们重新融合一起吧 做成钻石方块后 就可以从这边建造钻石天桥了 以我的速度 没有多久就可以建造完成了呀 真是不容易 那你给我下去吧 好好待在岩浆里 可恶啊 被陷害了 村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报仇 先做几十个TNT 再来重新改造 这样绿色的TNT威力可就要大很多了 可恶的愤怒村民 之后你可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它居然直接消失了 小伙伴们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现在来到村庄里面 怎么他们的气氛奇奇怪怪的 一个个都站在一起 似乎在了解什么 不许通过 可恶啊 居然还不让我过去看 现在我先回去拿上我的稿子 我要用我的超能力 征服这些村民们 一下子就挖到了超级多的钻石啊 再来多弄上一些带回去 重新合成钻石方块 这些一起都带上 让那些村民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有钱人 我的钻石天桥 这样一来就建成了呀 最后的位置放一点TNT 他们就不会过来了 这些小把戏 还想拦倒我 先来看看箱子 哇塞 好多的绿宝石啊 这些村民果然藏着好东西 怎么回事 还有TNT呢 这一下爆炸 我看是要完蛋了 这直接就要摔煤了呀 这边的小水池非常奇怪啊 都是绿子的液体 很有可能比较危险 但是我不怕 我在这里做啥呢 这边还有一个游泳池啊 我先去看看 我靠 小呆直接变得骑形怪状 只是太吓人了这个游池 千万不能够掉下去啊 不过这边还有僵尸 我用肉块让它掉下去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还是非常期待的 怎么还不上来呀 我靠我靠 居然是异形僵尸 这么大块头 糟糕 这次要完蛋了 还好我的箱子里有狙击枪 让你这个僵尸知道 高科技的厉害 这样就被我送走了呀 我也试试这个池子 有什么效果 你怎么成为了这个样子 糟了 我也变异了 成为了鸟人 这可真是太离谱了 前面又有不一样的水池了 这次是微黄的池子 刚刚那只猪下去 果然也变异了呀 小僵尸 你还来追我 那你也下去池子看看吧 这次怎么又是异形僵尸啊 可恶 居然还跑到我的家里来了 头一次见到这么凶狠的僵尸 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也进去池子里吧 变成为雪怪了 现在就来找你决战 我的雪球攻击 似乎作用不大 好家伙 他也成为雪怪了 小伙伴们他们好吧 本期视频也就要到这里了